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要的是浮屠 凹痕 这边有一个浮屠吗 浮屠里面 第二个是他的外框要设成无外框 所以图案的外框按一下 选无外框 第一个好了以后呢 再点选这个常用 复制格式点两下 如果有没有 这边有写了 点两下 他就会让你这个格式可以重复的使用 点 点 如果你只有点一下呢 他就只能复制一次 这时候好了以后呢 你可以按Escape 按ESC 或是再把这个复制格式按一下 那个复制功能就取消了 来 试试看 这个MP3的音乐 所以我们要到第一页来 到这个第一页呢 把MP3的音乐插入 再点选这个声音 从档案里面 选取我们的音乐 选取我们的音乐 EPD Stand 按确定 那这时候呢 他题目 一般题目如果没有告诉你什么 自动播放 或是按一下播放 一般都是用预设 自动 因为这题目里面啊 他没有额外的辅助 就用预设就好 预设就是自动 好了以后呢 再点选这个格式 要先点这个 音乐 再点选这个声音的选项 放映词隐藏吗 还有 循环播放指导停止吗 是这样吗 没错 还有一个什么 跨头影片播放音乐 就你在播 播头影片的时候啊 他会跨头影片一直播 播音乐一直播 不断的播 这个在实际的 做简报就会用到 所以呢 播放声音呢 再按下拉讯单 跨头影片播放 所以三个都在这边设 将就设好 先设好 播放音乐 这个等一下你把它做完 这个很好玩 如果你把这个学起来 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像游戏一样 你觉得这个游戏好玩吗 好玩不好玩 跳到哪一页 跳到哪一页 或是心理测验 你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就可以做了 你就不用会写程式 用PowerPoint就可以写出一个心理测验 好了以后来最后一小 还有一小题 因为这个小题它比较特别一点 切一下画面 接着这个投影片是 寄出回答的时候连接到电子邮件 所以请在这边点选这一个板框 一样在这个动作里面 这个动作里面其实没有这个功能 对不对 还有一个什么超连接 因为email是属于超连接的 你点选这个超连接以后 底下 你就会发现有一个电子邮件 那电子邮件呢 你就要依照target 可以的 boss at mail.abc.com 阻止我很满意 当你打这个email的时候 它会自动出现这个mail2冒号 这是电脑自动加的 不要把它删掉 就是这样子直接打你要的就好 电脑产生的你就让它留着 因为这是一个语法 好了以后再来一个确定 这是寄出回答 那下一个呢 投影片我们的完毕 按一下会跳到第一张投影片 这个完毕 插入里面 好 这时候要用哪一个 要换用动作吗 因为连接里面没有 有没有 连接是没有这种功能 所以你就要用动作 你没有背也没关系 试试看就知道了 找不到你就知道再另外一个 你就不用把它背起来 它回到第一张投影片 再按确定 你就不需要写任何程式 你就可以做一个 像心理测验的东西了 因为呢 你会了 如何把它变成自动换页 而且呢 只要用按钮换页嘛 所以呢 你就回来我们的投影片 首先呢 它要在哪里设 请到这个动画里面 这边是不是有所谓的 投影片换页 对不对 先把按滑鼠换页 勾勾拿掉 全部套用 表示说 我先把全部的滑鼠 都不能按下去换页 按全部套用 接着呢 再把某一页有没有 投影片一这一页 可以用滑鼠换页 可以跟每隔十秒钟自动换页嘛 所以再把 第一页 设成滑鼠换页 每隔十秒钟 自动换页 你们知道 为什么要先把这个取消吗 你这个时候再去按 全部套用 会整个都变成 这个设定 所以要先把所有的 先取消滑鼠换页 再来单独设这一页 那这时候还能不能按全部套用 不行 按下去就全部都变了 变成 滑鼠换页跟每隔十秒自动换页 所以这个这样设定 我又表示第一页就有了 第二页有没有 没有啊 那我们仔细看这边 是不是第二页就没有 只有第一页有 好 我画面给你了 最后小节啊 他告诉我们说 好 请你把所有的投影片切换效果 都变成新闻标题闪烁 那这时候有同学会说 我是不是直接去选好 这个新闻标题是指 这一个 我这样一个一个按是不是太慢了 所以我是不是有一种方法 是什么 全部套用 但是全部套用又会把这边套进去 所以呢 你就要怎么办 变通的方法是 把投影片都选起来 点了第一张以后呢 需不得按着再点最后一张 再去点选 千万投影片下达选单 新闻 标题闪烁 如果你这样都做完以后呢 你等一下就可以自己玩玩看 这个蛮有趣的 他真的会自动挑一 而且 暗华俗不会坏叶 真爱爱你